湖南省楼底市以及夏霞的冷水市在洛杉矶举办 谢宾营故居桥物文化交流基地 及中国兵营华侨特色小盛专案推荐会 让海外的侨胞对抗日女兵谢宾营和当地的旅游资源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请看报道 中国湖南省楼底市及其管辖的冷水江市 在圣盖伯谢尔顿酒店推荐 抗日女兵谢宾营故居桥物文化交流基地 和中国兵营华侨特色小镇项目 洛杉矶中领馆乔务领事卢明慧 陈小毅 圣凯博市市议员廖清禾 前史莫尼娜市市长孙于京 南家社团侨领包括马树荣 林杠花 陆兴帐 张勇 江凤年 陆霞等人均出席活动 楼底市政府顾问顽雄 冷水市市长曾博仪 在会中均介绍看任女兵谢宾营 故居文化基地华侨特色小镇项目 谢宾营曾旅居海外 并写下了《怀念故乡》的美文 湖南省希望以谢宾营故居为契机 来发展当地的旅游 建设文化特色小镇 收集谢宾营的一些文学史料 开展文化和友好城市的交流活动 因为谢宾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语兵作家 旅美的国际文化名人 他是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的桥梁和纽带 也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宝贵支援 美国华侨联合总会执行主席孙英丽等侨领 已被冷水市聘请为谢宾营故居 桥木文化交流基地海外顾问 目前他们将参与 宾营华侨特色小镇项目 为该项目的实施献计出力 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的谢宾营华侨特色小镇 那这个华侨特色小镇正好符合 我们习主席倡导的一带一路的战略方针和精神 谢宾营是我们的战地作家 她是一个文坛女将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 洛乱击采访报道